由于湾区出现源头不明的新冠肺炎感染个案 卫生当局以及民众开始担心疫情会在境内扩散 许多民众开始到Costco购买瓶装水、卫生纸以及大米 梁秋玉的报道 在南旧金山机场旁边的Costco 中午时间的购物人潮算正常 不过看到这些排队乘航的购物车 也能猜到来买东西的人也不少 很多顾客包括大量华人购买瓶装水和卫生纸 Costco品牌Kirkland以及Sharmon的卫生纸已卖光 卖米的货架 泰国米和日本米已断货 不过德州苗米以及印度米仍有货 位于南旧金山El Camino Real的Costco 下午人潮也属正常 一些人也有采购瓶装水和卫生纸 但就没有出现断货现象 甚至有店员正在补货 而大米方面只有泰国米已卖光 在旧金山一间华人超市 各种大米包括泰国米都有货 但是部分华人有囤购大米的现象 担心如果大米供货不足会涨价 这些恐慌及担忧心理 可能与湾区连续出现源头不明的感染个案有关 此外CDC也已发出警告 美国有可能出现新冠病毒在社区扩散 导致湾区本地有人开始囤积日用品和粮食 国土安全部官方网站建议民众可以准备两个星期的食物和水 以应付疫情爆发 还有一些常用的药物及卫生用品 纽约大学医学院的医生也建议 另外可以到药房买一些非处方药以备不时之需 例如止痛药胃药止咳和感冒药 带电解质的液体及维生素 再有就是预防地震或极端天气的灾难应急包 此外也要准备随时可能会取消一些人多的聚会活动 关闭学校甚至影响工作 26台记者梁秋玉采访报道 现在与每家各地都可收看旧金山湾区KTSFR16台的精彩节目 旧金山湾区的观众可透过KTSFAPP或电视收看 其他地方的观众可透过SBTVAPP或上网sbtv.ktsf.com收看